无论亚洲新起的双十二双十一还是欧美人的黑色星期五促销 购物狂潮席卷全球 但是狂购背后却有留下数以亿计的包裹垃圾 上个月落幕的中国天猫双十一购物狂欢节 不仅刷新的交易额记录 物流订单的数量更是直逼13亿 为了处理巨量包裹减缓环境污染 阿里巴巴在中国设立了七万五千个绿色回收站 提倡绿色购物 天猫双十一购物狂欢节 缔造2684亿人民币的全天交易额记录 这笔惊人数字是现代人改变消费模式的象征 更是驱动经济扩大物流网络的推手 庞大的消费量衍生出智能仓库和物流机器人等 各种人工智能产物应付物流需求 但狂购后遗留下来的包裹垃圾又该怎么处理 购物狂欢节 根据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数据显示 随着网购风潮兴起 中国快递垃圾量从2000年的2万吨 激增到去年的941万吨 相等于1亿3000万成年人的体重 不过阿里巴巴集团却认为 网购消费也是一种节约 关键在于物流过程是否达到环保的标准 像Double Eleven在一年当中你会买比较多的东西 其实也减少了你来往购物的频次 也是一种节约 那么更重要的是在物流本身除了减少纸张的使用 增加回收 我们还有就是说在倡导回收箱 将来物流尽量用可回收的箱子 而不是纸箱 可回收的箱来降低纸箱的使用等等 除了纸箱回收计划 支付宝也推出蚂蚁森林工艺行动 透过支付宝小程序 倡导低碳减排 推动植树活动 还原自然之美 用户只要使用支付宝付费 累积绿色能量 在小程序里种植虚拟树 计划公益伙伴就会在中国荒漠地区种下树苗 实现绿化目标 八度空间陈欣怡 中国杭州报导